分析 我們今天要開始講 就是我們上兩周講 有關clust 的東西 clustering 的東西 今天從今天開始 兩至三個禮拜我們開始講 所謂的 Schuldition 那這個東西主要是用來做預測的 我們之前有稍微討論過這個東西 那我們會講一些有關的主要的東西 那我們先講這兩個東西是幹嘛 這兩個名詞到底是什麼意思 那這兩個東西在用法上其實是互相重疊是一起用的 所謂的discrimination 就是說在字義上它就是相當於separation 它是區分它是要把東西分開separation 它希望把不同的東西分開 所以discrimination這句話的意思 或者是相當於separate 就是把它分開這樣子的意思 那這個classification就比較像是所謂的allocation 所謂classification就是把某一個東西allocate 就把它放到另外一個東西 那這裡強調的是allocate一個new object 等一下我們講什麼new object 說一個新的東西 也就是說在你建模型之前都沒有看過的新的東西 我們要把一個新的東西把它放到說它到底是屬於哪一個群 哪一個分群這樣子 所以discrimination跟separate classification 這兩個意義大概是這樣 一個是分開 我就要把東西分開 那再來classification就是我要有一個新的東西來 我要把它assign說它到底是屬於哪一個我們已經知道的group這樣子 好 那這樣子 那所以說一般來講所謂的discrimination它的目的是要做什麼呢 就是說假設齁 基本上這樣 假設我們已經有知道的某幾個固定的population 某幾個群了 所以說像說我們知道說這一群人 有幾個群叫做有生病的人或沒有生病的人 或者是另外一群人叫做說高購買力的人 中購買力的人低購買力的人 我們知道說這幾個這個已知的分群 那我們也知道說這幾個分群 就是說哪幾個object是屬於這幾個分群的 discrimination就是說 我們要用就是說把那個屬於某一個我們已知的群的那些物件 他們的一些特性 我們要希望去把它表現出來 像說我已經知道有三群了 那每一個屬於這一群的人 我們就看他屬於這一群的object 他的某一些量度值的特性是什麼 然後希望把它建立出來各個群的某一些特性是什麼 那這個特性怎麼弄呢 就是說我們會發現一個叫做discriminate discriminate簡單來講就是說 它是一種描述某一群群體他們特性的一個值 那我們希望透過建立這樣的值 那這個值的高低就能夠表示說 object他是屬於哪一群的 像說第一群的人都是這個值很高的 第二群的人就是這個值屬於中間的 第三群都是這個值屬於很低的人 所以discrimination主要的目的就是在建立這些所謂的discriminate 這個評估的方法怎麼樣去區分這樣 所以說第一件事情是說 我已經有已知的有幾個群了 屬於這個群的有一些object我也知道了 那我們的目的是希望去描述 透過某一種數值 一種discriminate 它能夠描述屬於各群的特性這樣子 那這個數值的discriminate的高低可以代表說 它到底是屬於哪一群的 它的值的高低就可以用來做為我們判斷說 它到底屬於哪一群的人這樣子 好 那這個是discrimination 所以discrimination要建立一個 discriminate 一個東西讓我們能夠區分不同群的人 那classification就是另外一個 classification主要的目的是說 它主要就是說今天如果有一個新的物件 也就是說我們剛剛看到這些 就是說我們從來沒有看到的新的物件來 那這個新的物件我不知道它是屬於哪一群的 那我不知道它是什麼 我只只有它的一些特性值 所以我希望說 那我能不能把這個 根據我觀察到這個新的物件的 它的一些特性值 來說這個物件應該 這個新的物件應該是屬於哪一群的 所以我要把新的物件 把assign 到那個已知的那些 它是屬於哪一群 這個動作叫做classification 就是你要把新的物件 那這個動作也就是我們一般所謂做 預測最要做的步驟 那可是你怎麼把這個新的這一群人 assign 到某一個固定的東西 你要一個入額啊 就是說因為我們現在新的人 我們只看到它的一些特性值 那個入額怎麼來 那個入額就從discrimination來 剛剛我們已經建立了各種不同組的人 他們的一些特性值 一些discriminate值 這個值的高低就可以用來判斷它是哪一群的 那classification就是用我們剛剛discrimination 建立的這個rule 那把這個新的這個物件 它的值用它的新的物件的某一些量度值 去計算它這個discriminate值 那我們就可以根據它discriminate值的大小 根據我們剛剛建立的每一個group 它discriminate值應該是屬於哪樣的入額 來去判斷就是這個新的人是哪一群的 所以discrimination跟classification通常都是交互作用的 你要做classification之前你一定要先用discrimination的方法 去建立各個組它的特性值 它的特性值到底怎樣 建立一個rule 就是說一個rule 某一個特性值跟你是屬於哪一群的關係 這個rule要先建立 所以你用透過discrimination的方法建立這個規則 那當我有新的物件來的時候 我就把新的物件的值套進這個標準裡面 用新的物件的measurement的值套進這個標準裡面去算它的discriminate值是多少 那根據剛剛的rule去猜說它到底屬於哪一個group 所以這兩個東西其實是互相交叉的 你要能做classification之前 你一定要有discriminate建立的那個rule 那discriminate建立的那個rule 其實就可以拿來用作我們classification的作用 所以在統計上你常常會聽到人家講 我們要做discrimination analysis或classification analysis 所以這兩個東西其實理論上來講 他們是名詞上面的這兩個是一起用的 所以說在統計上這兩個 這個名詞上他們大概是做這樣不同的事 可是在用法上這兩個是一起合起來用這樣子 來做一個新的東西這樣子 好 所以這個就是我們這個禮拜要講的 我們再來這幾個禮拜要講的 我們怎麼建立這些rule 注意要說我們建立rule一定要是有一群人 是已知他的量度的值 也知道他是屬於哪一群的人 要這些人我們去建立這個rule 那用這個rule來怎麼來做classification 做預測的動作 這就是我們今天要講的東西 那今天我們先講針對兩個population 也就是說我要猜的那個群 分的群只分成兩群而已 所以一群人是有病的 一群人沒有病 我要去猜說 新的人他到底有病或沒有病 一群人會做某一件事成功 某一件事失敗的這樣子 一群人是高消費率 一群人是低消費率的 所以如果說我的classification 如果要做的是兩組 今天先講說如果是兩個population的時候怎麼做 我的觀察到的object其實可以分成兩群 兩個class 兩個class 我們要講classes 然後我們以新的object來 我們要把它assign到這兩個classes 其中的任何一個class 這就是我們要做的 好 那我們未來會用pi1、pi2 當作兩個class的label pi1代表是第一群的那些人特性 或者本來第一個population叫pi1 pi2的話叫做第二群的 那x的話就是說 這裡的x有x1到xp有p個measurement 這些p個measurement就是說 我每一個object 它會量到的變數的值 量度的值 每一個object它都量了這p個變數的值 x1到xp就是每一個object會量到的變數值 所以我們目的要幹嘛 我們目的就是要看說 那這些量度的變數值 跟你是屬於哪一個class之間的關係是什麼 就是這樣子 所以每一個人都會有p個變數的量度值 好 那 所以我們現在先假設 所有的pi1 所有第一群的人 他的x所形成的有一個population 他的x的值所形成的population 叫第一個class 因為我們現在分群嘛 所以所有屬於第一群的那些人 他的這個x的變數的值 的可能的範圍 那個叫做第一個class 那所有屬於第二群的那些人 他的x的範圍 那叫做class2這樣子 那f1x就是說 所有屬於第一群的人 他那些x所follow的pdf pdensity function 那所有屬於第二群的人 他那些x所follow的那個 所follow的pdensity function叫f2 所以現在就是說 因為我們分群的基礎 是根據他在這個p的變數 這個x的量度的值 那我們現在的目的就是說 我們假設說 所有從第一群來的這些人 這些object 他的x的值會follow某一種distribution 叫做f1x 所有從第二群來的人 他的x會follow另外一種distribution 叫做f2x 這樣子 所以這兩群 我們假設這兩群人 他們的x的分佈是不一樣的 那目的我們就在建立 我們要估計出說 這兩群人這兩個分佈到底是什麼 那做為我們未來 就是說assign 的一個標準這樣子 我們現在先這樣子講 假設我們現在 你要預測兩群人 p1跟p2 第一個p1就是說 他會對一個新的東西 有新的產品出來 他會買的人 有些人就看到新的新東西 他就會想要去買 那有一些人就是所謂leggers 就是說這些人是說 他看到新的新出來的產品 他不會馬上去買 他會觀望一陣子 他有可能就是說 就是這樣子 那所以我分連這兩群人 就是對一些 就是說賣東西的人來講 他希望去區分他的顧客 說他覺得他的顧客有兩群人 就是說一群人 一看到新東西他就會馬上買 他很喜歡藏鮮的人 另外一群人 他新東西他會觀望一陣子 然後看別人的反應怎樣再買這樣子 那商店希望把他的顧客分成這兩群人 那怎麼分成這兩群人呢? 我商店唯一有顧客的一些訊息 可能是這些 像我顧客 我知道顧客的 每一個顧客的教育程度 你可能填那個會員卡什麼 你會填你的教育程度 你的大致的那個收入是多少 還有你家裡面有多少個人 或者是說 他可能會問卷問你說 你在過去這一年內 你到底換了幾個牌子 就是說像你本來都 某一種化妝品都用某一排 後來你換成另外一排 你或者什麼東西 你到底有多少的產品 你有換這樣 所以假設我每一個顧客 我都知道他這四個變數的值 這就是每一個顧客都有X 那我現在希望說透過他們這顧客的這四個變數的值 來區分這兩群人 我們像說屬於Pi1的這些人 他的X會follow某一種distribution 他的四個變數會follow一種distribution 就叫F1 那屬於第二個群的這些人 他的X這些值會follow某一種另外一個distribution 叫做F2這樣子 我們就是這樣 所以說這個就是每一個人都有的兩肚子 這就分的兩群 那目的就是在做這個東西 所以我們怎麼樣建立這個東西呢 我們一開始做這個classification 或discrimination 第一個一定要先有一群 我們叫做training data 有一群人 有一群object 我知道他的良度 也知道這些object 他是到底是屬於哪一群的人 所以說 然後我們用major的calculator 就是說好現在有兩群人了 那如果說我這兩群人 我們都有隨機的樣本 就知道這兩群 就是屬於這兩群的這些人 然後看他們這兩群人 他們那些measurement 到底有什麼差異 建立那個差異的特性這樣子 就是說major characteristics of randomly select object known to come from each of the two population 而是exempt for differences 我知道有這兩群人 他也知道誰是從這兩群來的 然後就看這兩群人 他們在x這個measurement上面 的這些值有什麼差別 建立那個差別的特性 就是說這兩群人 假設他們都在第一個變數上 這兩群人第一群人 在第一個變數上都很高 第二個變數上都很低 怎樣這樣 就建立看這兩群人 他們在x的特性上 有什麼樣的特性 然後 這要幹嘛呢 我要建立一個rule 我要把所有的x 就是他的所謂的sample space 分成兩塊 也就是說我希望說建立一個rule 所有屬於第一群的人 他的x都是從r1這一塊 假如我現在把我的sample space 所謂sample space就是我x那個measurement 他可能的值的範圍 我把它切成兩塊 然後第一塊叫做r1 就是說那我目的是 我希望說所有從第一群人 第一群來的人 他的x都掉在這個r1裡面 那所有第二群來的人 他的x都掉在這個r2裡面 所以說我們一開始 我們有一個x measurement 還有一個分群對不對 那我們知道他是屬於哪一群的 所以我們的rule是說 根據他是屬於哪一群 來推出說 他在x measurement上面 是不是也可能可以切成兩組 那所有屬於第一群的人 他x就從r1來 所有屬於第二群的人 他x就從r2來 這樣子 所以我們希望建立那個rule 把x分成兩群 一個叫r1r2 那第一群的人 他的x都是從r1來 第二群的人 x都是從r2來 好 那這個如果一建立好 我只要知道我的 你量的那個x 他的 那個怎麼切 所以說屬於r1r2怎麼分 今天只要有一個新的 新的object來了 那我有他的measurement的值 那我就會看他的measurement的值 到底是掉在r1或r2 掉在r1我就猜他是第一個population 掉在r2我就猜第二個population 所以我們先透過已知的這兩個群 去切割這個 他們measurement可以切的兩個group 兩個範圍 那用這個切的範圍 然後新的人來 就看他的x 因為新的人我只知道他x的值 我就看他x到底掉在哪一個r1或r2 我就去猜說他屬於第一群或第二群的 所以說這個很明顯的 我去建立你的measurement 跟你的分群之間的關係這樣子 然後用透過這個measurement來這樣 所以整個qualification rule就是這樣子 大概就是這樣 我們要透過新的分群 去把他的x measurement的那個 那個sample 然後可能的outcome的範圍切成兩塊 然後屬於 然後這樣子 大部分第一群的人就從r1 x就從r1來 第二群的人就x從r2來 那用這個當入額來assign新的人 這就是我們要建立的classification 好 那這個入額建立好 我們怎麼樣知道說他這個classification是好或是壞的 第一個我這個切r1跟r2這一件事情 就是理想上我當然希望所有的 我觀察到所有第一群的人 他的x都掉在r1裡面 所以屬於第二群的人x都掉在r2裡面 如果能夠分得這麼乾淨的話 那就沒有問題 可是實務上你不可能分得這麼乾淨 因為我怎麼看呢 我把所有屬於x的人 屬於pi1的人 去看他x可能的範圍是在哪裡 那屬於pi2的人 我看他x的範圍是在哪裡 那所以說我們根據這樣 要去切那個x可能的範圍 可是總是會有一些範圍 是那個pi1的人也會掉進去 pi2的人也會掉進去 所以你的r1、r2 理想上 我們在建那個入額的時候 我們希望r1、r2是兩個完全互次的 完全分開的 可是當你在建那個入額的時候 因為你光這樣看 你不可能說所有的人 他都剛好切得那麼乾淨 所以就是說 因為你r只有一個範圍嘛 你不可能說有一種切法 一刀兩段 就是所有在r1的人 他都統統是從pi1來 r2一定從pi2來 那切得不可能兩段 所以你一個classification的好壞 一個入額好壞 就是看你說說 你這個r1、r2這兩群人 你在切的時候 它的overlap 它重疊的部分有多少 所以我根據pi1所定出來的r1 跟pi2所定出來的r2 這兩個範圍 重疊得有多少 那到時候我們要建議 如果我們要把這個重疊的部分 切成兩半 一半給r1 一半給我們要assign成r1的 一半給r2的 所以這個重疊的部分越小 甚至都沒有重疊 那我如果就很乾淨 可是如果重疊的部分越大 我就會有些人根據我觀察 它其實可以根據我入額可以是pi1 也可以是pi2 那所以說 一個classification rule的好壞 是dependon說 你的切的這個r1、r2 這兩個範圍重疊的部分有多大 也就是說 你可能會把它錯分的幾率有多高 好 所以說 要去評估一個classification rule 到底好不好 就看 就會根據說 你所謂的錯分的幾率是高低 錯分的幾率越低的 那個分法就越好 所以說 你要分得好不好 第一個就關係到 第一個 當然就是說你的misclassification 你希望切得越差越好 我整個x的範圍是這樣子 對不對 我希望把它切成兩塊 這一塊叫做r1 這一塊叫做r2 我r1、r2不能互相重疊 那我把這些r1的人 叫做說它是屬於pi1 r2的人叫做屬於pi2 所以我的rule就是在這裡 可是 這個assignment 就是說所有的r 是不是所有屬於r1的人 他一定都是pi1 不見得 一定有些屬於r1的人 會屬於pi2 那現在就是說 我希望這種錯分的人 因為我的分法是怎麼 我的分法根據你的x 是在r1、r2來說 你是pi1或pi2 那我去看說 那這個根據這樣的 rule 我去assign 我錯分的 把本來 你的x是屬於r1的人 我卻把它分到 x1是屬於r1的人 x1屬於r1 我就一定把它分到pi1 可是你確實是從pi2來的 那這個錯誤的機率 到底有多高這樣子 所以說 你希望你分錯的機率 越低越好 第二個 你不能只算這個 所謂的分錯的機率 你要把這個所謂的 pi1、pi2這兩群人的出現的機率 它佔的百分比 你也要算進去 今天如果說pi1的人 假設我們這是說有病跟沒有病 得某一種很罕見的癌症 沒有病的人占百分之九十 有病的人只占百分之十 那你這個東西你就要算進去 因為我沒有病的人占了百分之九十 對不對 那他錯 你如果只算個數的話 他錯分的個數一定比較多 因為1萬可能就是說 1000個人裡面有900個人是沒病 100個人是有病 那如果光算個數的話 我沒有病的這一群人一定分錯比較多 可是他比例不見得比較高 所以我們要的是說 是根據他的比例來說 來評估他的錯分的機率 所以你要把這兩群人 他的發生的機率也要算進去 the prior probability 就是說這兩群人 他佔的可能佔的比重 有沒有不同 你要算進去 所以如果你不能只單用說 我錯分幾個 你錯分幾個 可是這群人本來就比較多 所以他錯分的人數就會比較多 那並不表示他比例比較高 所以你一個好的classification rule 除了要看他錯分幾個的以外 你還要把這兩群人 他本來在整個population裡面佔的比 也要算進去 這個第二個 你要考慮這個東西 除了錯分的人數 要看兩群人他發生的機率 第三個 你還要考慮這個所謂的cost associous misclassification 也就是說 有一種情況 就是說 我把本來π1的人 把他assign成π2的時候 你會產生的cost 產生的那個花費的話 會比把π2的人assign成π1 有時候是不一樣的 今天你把一個本來沒有病的人 跟他講說你有病了 那你要多花的經費是什麼 他本來沒有病嘛 你把他手上有病 所以他就要去接這些 他就會接受治療啊 接受不需要的治療 他就花了很多錢 那這需要的花費 跟另外一個 你把沒有病的人 你把有病的人 你說他沒有病 他本來應該接受治療了 結果他就不去接受治療 他不去接受治療 那病情就惡化很快 他可能就引發更嚴重的病 他就要花費更多 這個花費有時候是不一樣的 在很多或者很多assign 很多入耳的時候 他們其實寧願把那個就是說 他們希望所有有病的人 我一定要都說他是有病 對那些沒有病的人 我可以讓他有一些部分 我說他成有病這樣子 這是一種入耳 就是說很多在做醫學檢驗的人 他可能希望這樣入耳 我的入耳要把所有有病的人 通通都抓出來 所以假設是Pi1叫做沒有病的 No disease Pi2叫Desease 我希望所有有病的人 我這個路我一定要說他是 他是有病 他是Pi2 所以我如果把一個 有病的人說成沒有病的那個cost 會相對於我對一些 對把那個沒有病的人說成有病的cost 還要高 這時候cost會不一樣 所以在很多情況底下 這個 misclassification 不同的misclassification的cost 是不一樣的 這時候不一樣 你就要想辦法把那個cost也算進去 那如果大家都一樣 那當然就沒話講了 你把Pi1 assign成Pi2 跟Pi2 assign成Pi1那個 你把有病的人說成沒有病 把沒有病的人說成有病 那個你可能多出來的花費是差不多一樣 那你就不需要區分 可是如果這時候不是不一樣的時候你就要區分 所以說一個好的classification rule 除了希望他的misclassification 越低越好以外 這classification rule也要把這兩群人他產生的 本來的比例不同的那個比例也要算進去 還有另外一個把那個不同的cost 就misclassification 它associate cost 如果是不同的話 你也要把那個cost的那個弄進去 綜合考量這樣子 以後你就可以定出一個標準來評估說 這個分法到底好或者是不好 那也就是說 那這個好或不好這要幹嘛 這就用來當作 當我要建立這個rule的時候 我需要minimize的那個 或者minimize的那個objective function 或者我們叫cost function 這樣子這個東西 所以一個好的classification rule 怎麼樣子弄 就會建立根據這三個東西來講 所以說好的應該是這樣子 那當然後面這兩個rule 在某些情況下可以忽略 就是說這樣說 當你的pi1跟pi2的時候 這兩群人他們發生的機率都差不多 一半的人是pi1 一半的人pi2 那你就不需要去考慮它不一樣 那你這個相對的 misclassification 相對的cost 都差不多 把pi1 assign成pi2 跟把pi2 assign成pi2 那個cost也差不多 那這裡你就不需要去考慮 可是當他們兩個 他們不一樣的時候 你這些入了就要考慮 所以這是我們 一個要classification的這些入了這樣子 好 這個就是我們講的說 所謂的classification是怎麼建立的 它現在要透過 把x做分群這樣 透過這個分群 那你就要有一個 你看你這個入了怎麼建立 我們通常建立就是你要有一個objective function 所以我希望我這個入了能minimize 或者是objective function 那我的objective function就是怎樣 是要考慮這三個點的 這個objective function這樣子 好 那我們先把notation定好 就像剛剛講的 我們假設我們有兩群人 叫pi1跟pi2 我們假設所有pi1的人 他的x measurement follow the property density function 叫f1 所有pi2的人 他的x的density function 叫f2 那pi1的人 他的x的值 所形成的set的範圍 叫做r1 pi2的人 x的值 他所形成的那個可能的範圍 叫做r2 那這個時候 因為我們要建立的入了 必須是沒有沒有差的 所以我們這時候我們的r1跟r2 連擊必須是整個x的這個sample space 所有的x的範圍 因為你不知道你未來的x會掉在哪裡 所以你要把你整個x所有可能的範圍 通通都能量 所以r1跟r2的連擊必須pi1 就必須是sigma 也就是你x原來的sample space 那r1跟r2的交集必須是空集合 所以我不允許說 我在建立入了的時候 我不能說有一個x的範圍 是你assine層pi1也可以 assine層pi2也可以 我在qualification 建入了的時候不能這樣 實務上 有可能他們會差不多是同樣一個範圍 可是我建入了的時候 因為我要建的入了是未來新的object我要用的 所以這個入了我不能建說有重疊的 所以我這裡的r1跟r2 它的交集必須是空集合 所以就是說 我必須把我的x的sample space 這個sigma 切成兩塊 一個叫r1這個r2 而且r1跟r2是沒有互相交集 連交集 那只要我這個範圍定得出來 新的觀察值 掉在r1我就猜它是pi1 掉在r2我就猜它是pi2 所以如果這樣就會很清楚 所以這個是我們要的這些notation這樣子 那再來我們這個路文要minimize的那個東西 我們剛剛有一個叫做所謂的misculate 就是分錯的機率 這個pi2,1代表是什麼 pi2,1就是說 the conditional probability of classify a pi1 object as belonging to pi2 也就是說p2,1就是說什麼 given說你這個人他是pi1 我卻把它assign成他是pi2的時候 那個機率是多少 這個叫做錯分的機率 pi2,1,2 given on 1的意思就是說 對那些pi1的人 我把它assign成pi2的機率是多少 好,那因為我們現在知道x嘛 所以這個意思就是說 probably given你是pi1 可是我卻把你assign成pi2 我怎樣才會把你assign成pi2 當你的x只是掉在r2的這個範圍裡面 我就會把你assign成pi2 對不對 我們剛剛我們的rule說 我切成r1r2 r1的人我assign成pi1 r2的人assign成pi2 所以這個說given你是pi1 那可是你的x的範圍 卻是掉在r2的時候 那這個機率有多大 這個就是我 因為你x掉在r2 所以我不會把你assign成pi2 可是其實你是從pi1來的 所以這個的意思就是代表這個意思 好,如果你是從pi1來 我們剛剛說 所有從pi1來的 它的density function是什麼 是f1對不對 所以因為你是從pi1來 所以你是f1 x 所以因為你是從pi1來 所以你的density function是f1 那你因為 可是因為我把你assign成pi2嘛 表示你x的範圍是在r2裡面 所以這個機率就等於是說 用f1x 然後把x從g它在r2範圍裡面的那個機率 就是這個機率 因為你是從pi1來 所以你的density function是f1 那因為我把你assign成pi2 所以你x的範圍 是在r2這個範圍 所以這個機率就是說 用f1x 然後dx gx x在哪個範圍 在r2這個範圍 所以這個東西就是 所謂的p21 就對那些pi1的人 我會把他assign成pi2的時候 的那個misclassified的那個機率是多少 那反過來p12就是說 對那些pi2的人 我把他assign成pi1的機率是多少 所以一樣 他的屬於pi2 所以他的density function是f2 那因為他我把他assign成pi1 所以他表示他掉在r1這個範圍 所以他這個機率就等於f2xd x是在r1這個範圍 所以這兩個就是我們錯分 所謂的分錯的機率 如果你只有兩群的時候 你那個分錯的機率就是這樣子 這個是說假設我知道f1f2是什麼 那我就可以這樣子做 根據這個路 我的路就是 所謂r1的人我assign成pi1 r2的人assign成pi2這樣 好 那我們再講 所謂的p1p2叫做 prior probability有pi1 prior probability有pi2 是什麼意思 就是說我們假設pi1 所有屬於pi1的人 佔整個population的百分比 所有pi2的屬於pi2的人 他佔整個population的百分比 一個叫p1一個叫p2 所以p1p2所謂的prior probability有pi1 就是說pi1屬於pi1屬於第一群的人 他佔整個population的百分比 pi2就屬於第二群的人佔整個百分比 pi2就屬於第二群的人佔整個百分比 所以你不是屬於pi1 你就是屬於pi2 不能有那種不屬於任何群的 因為你要分群就是這樣分 所以p1加p2就是等於1 好的 我們再來要算這四個幾率 這四個幾率 第一個幾率 幾率說 probability說 observation is correctly classified as pi1 所以如果有一個人 我把它assign到pi1 這個分法是正確的 的幾率 因為我現在只知道一個人來 對不對 我把它assign成pi1 我假設我把它assign成pi1 這件事是正確的的時候 那這個幾率是多大 我要算的是這個東西 所以這一件事代表什麼 是說這個人如果他真的是 從pi1來 而且我把它assign到pi1 所以還會表示說 我把它assign成pi1 這件事是正確的 對不對 就這樣 那表示說 他是從pi1來 而且他是assign成pi1 表示說什麼 說 這等於這一個乘這一個 這個說 對那些pi1的人 他的x掉在r1 所以對那些pi1的人 given你是pi1來的 我把它assign到第一群的 那個幾率是這樣子 然後再乘上這pi1的 prial probability 就會等於這一個 這個是交互做interaction 就是說你既從pi1來 我又把你assign到pi1 對不對 那這個是說 given你是從pi1來的 我把你assign到pi1的幾率 那再乘上pi1的幾率 那這個conditional probability 乘以這個 就是我把它assign成pi1 而且你又從pi1來的 這兩個的交集 所以這個乘這個 就等於這件事 那我們剛剛講 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叫做p11 從pi1來的 又assign成第一群的話 叫p11 那pi1的p就是 我們剛剛講的第一群的人 他的prior probability 就是p1 同樣 那同樣 我們開始講第二件事 這是分對的 那另外一件事就是說 分錯的 今天有一個人來 我把他分到pi1去 那我把他分到pi1這件事 如果是錯的 的幾率是多大 所以我observation is misclassified as pi1 就是說有一個人來 我把他assign成pi1 可是我把他assign成pi1這件事是錯的 misclassified 就把他分錯到pi1去 所以他是說什麼 當你是從pi2來 那我把他assign成pi1這個conditional probability 乘上pi2的這個prior probability 就會等於這個interaction 所以這個叫p12乘上p2 其實就是說 對於那些從pi2來 我卻把他assign到 他的x卻是屬於在r1的時候 的這個幾率 再乘上pi2的幾率 才會等於assign成pi1 而且他是從pi2來的 就是interaction的probability 所以這件事就等於p12乘上p2 所以同樣的是你可以去算observation 就是說當你把他assign成pi2的時候 這件事是正確的時候的幾率 還有你把他assign成pi2的時候 這件事是錯的的幾率 你照前面的邏輯 你就可以算出這些一個字 所以我可以算出四個幾率 這四個幾率是什麼 今天有一個人來 我把assign成pi2 我把assign成pi第一群 那這件事如果是對的 的幾率是多少 我如果是錯的的幾率是多少 今天有一個人來 我把assign成pi2 這件事是對的幾率是多少 錯的幾率是多少 你就可以根據剛剛這個定義 你可以算出這四個幾率這樣子 OK 所以這四個幾率代表什麼 好 那我們現在就要建立一個所謂的cost function 就是我們剛剛講說我們要建立一個錄額嘛 那錄額 有一個錄額 我們就是我們希望那個錄額 能夠minimize 某一種cost function 某一種那個花費函數 那cost function 那怎麼弄 那我們剛剛講說 有一個叫cost matrix 就是說 我剛剛講說 如果說我的 misclassified的那個cost 是不同的 我把pi1的人assign成pi2 我要多出來的花費 跟把pi2的人assign成pi1 那個花費如果是不同的時候 那我就要各自訂出那個花費 那我把那個不同的花費 放到我的所謂的那個 那個objective function裡面去 那這裡是pi1,pi2 就是它真的是屬於pi1或pi2 那這classified us 就是說 可是我卻把它assign成pi1或pi2 這是它真的屬於哪一群 那這是我assign成哪一群 如果對真的屬於pi1的人 我把它assign成pi1 表示我分對了嘛 那cost就是0 對不對 沒有任何cost 分對沒有任何cost 那對pi2的人assign成pi2 那cost也是0 所以這兩個都是0 分對就沒有花費 可是有一種 那分錯就有花費了 對那些pi1的人 我卻把它assign成pi2 我假設它的cost叫c21 given你是pi1 可是我卻把它assign成pi2的時候 的那個cost 我叫做c21 那這一個叫做c12 就是說對那些pi2的人 我卻把它assign成pi1的話 它的cost叫c12 那假設這兩個值不同 那你要先把這兩個值定出來 我有這兩個值的定出來 那我有這些cost function 接著呢 我就要算這個所謂的 expected cost of misclassification 我預期我會可能分錯的那些cost是多少 我分錯的那個expected cost是多少 那這個叫ECM 那這個ECM是怎麼做的呢 ECM就是說你看喔 我要算期望值對不對 等於是說我要算這個cost的期望值對不對 那cost的期望值怎麼做 cost的期望值就是說 我們做某一個期望值 這個cost有四個值 0 c21 c12 或者是0 有這四個值 那我要算這個cost的期望值怎麼辦 我把這個值乘上這一格發生的機率 這個值乘上這一格發生的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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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這個值乘上這一格發生機率 加這個值乘上這一格發生機率 加起來就是這個cost的期望值嘛 對不對 好 這兩個都是0 所以你可不可以不用管 因為0乘上任何值都是0 所以你幹嘛 我唯一要管的是這兩個 那 這個的機率是什麼 這句就是說 對那些pi1的人 我把它assign成pi2 就是說 就是我們剛剛講的說 我observation is misclassified as pi2 說對那些pi2的人 我卻把它分成pi1 就misclassified 這個機率嘛 我們剛剛講說這個的機率是什麼 p21乘pi1 所以我就用c21乘以p21乘以pi1 就這一個的值乘上這一格發生的機率 那再加上這一個的值 c12乘上這個發生的機率 就對那些pi2的人 我卻把它assign成pi1 就是說我的是什麼 observation is misclassified as pi1 對那pi2的人我assign成pi1嘛 所以這個就是機率 所以這個值 c12就要乘上這個p12乘pi2這樣子 那這個東西就是我的 expected cost of misclassification 我覺得說我這個rure 會分錯的時候 我expect它的cost是多少 所以它的算法是這樣 有了這麼一個東西這樣子 這個叫做ECM 叫expected cost of misclassification 好 那這東西要幹什麼 這個東西就拿來說 我要建立一個rure 這個rure 我希望這個rure 能夠minimize 這個expected cost of misclassification 我希望建立一個rure 這個rure 它的expected cost of misclassification 會是最小的 在所有的rure裡面 這個rure它的expected cost of misclassification 會是最小的 那個rure就是我們要找的那個rure 所以我的rure是怎麼建的 我會找一個rure 一個分法 一個r1r2的切法 使得這個切法算出來的 expected cost of misclassification 會是所有的不同的切法裡面那個最小的 那那個rure就是我們要找的那個rure 所以說這個就是 我們的classification的rure 就是建立在說 我希望建立一個rure 它所算出來expected cost of misclassification 會是所有的rure裡面最小的 那那個rure 那種rure 那種rure 那種切法就是我們要做的 所以整個classification裡面要做的是 就是說我要建立一個rure 那個rure可以minimize它的expected cost of misclassification 那那個rure怎麼建的 我們剛剛講到就是說 我們要建立的classificationrure 要minimize的東西 也就是它的objective function 就是這個所謂的expected cost of misclassification 就是說因為分錯而付出的那個cost的 那個期望值是這樣子 我們希望建立一個rure classificationrure 它會那個rure 它的ecm會是所有的rure裡面最小的 那那個rure就是我們要找的那個rure 這樣子 好 那這個怎麼做呢 你可以去建立一個rure 所以那個rure基本上就是 你怎麼切r1跟r2 那只要我的r1跟r2切出來了 那它的ecm我就算得出來 對不對 因為只要我知道說 你哪一些部分是r1 哪一些部分是r2 那它的相對的這個 那所以r1的人就assign到pi1 r2的人就assign到pi2 只要這個切完 那我就知道這個 那它的相對應的ecm我就算得出來 所以我要去找那些所有的 就是說把sigma切成兩塊的切法裡面 哪一種切法它達成的ecm會是最小的 好 那這個可以去證 那我們這裡不講 大家有興趣的話去看那個課本的 那個exercise11.3它會證明 所以它跟你講說 這時候r1r2的切法要怎麼切呢 它才會minimize那個ecm呢 就是說如果說當你的x 假設你所有的x 你的r1是這樣 是所有的x 它的f1x除3f2x 會大於c12除以c21乘上p2乘p1 就是說它的r1 r1怎麼定義 就是所有的x 它的這個值 f1除f2的值會大於這個值的所有的x 它所形成的集合叫做r1 那所有的其他的x 所以它這個詞就會小於這個值的 所形成的那個 那這樣的r1r2的切法 它所得到的ecm 會比其他的切法得到的ecm都小 它會是最小的 如果你的x的定義說 所有的x 所有的r1是這樣定義 所有的x它符合這個條件的x所形成的集合叫r1 所以符合這個條件的x叫r2 那r1基本上大於等於r2就小於等於 那這樣的切法 這樣切成的r1r2 它得到的ecm 會是其他的切法 其他的切法 就是說怎樣 比起其他切法的ecm都小 所以最小 所以這個就是我們的入額 我們要建議的入額 就是說我們的一個入額就是說 根據我們知道的是 我們把r1切成這樣r2切成這樣 這個叫做我們最佳的入額這樣子 所以這一件事是可以證明的 所以說你的 我們現在的入額基本上就是看r1r2怎麼切 那現在這樣的切法 我跟你說 它這樣的切法 它所算出來的ecm 會是 比其他的切法的ecm都要小 所以這個就會 這一種這個r1r2的切法 就會拿來用當作我們的這個 所謂的我們要建的conification rule 我只要知道f1是什麼f2是什麼 那我就可以把這個x跟r1r2給定出來 所以說有了這個入額以後 這個叫做我們的classification rule 或discrimination的入額這樣子 然後有這個入額以後 當有一個新的x2來 x0 也就是說有一個新的觀察值 它的x值叫做x0 那這個值我要assign成哪一個 因為我們的classification是針對那些新的值 這個入額是根據我觀察到的這些 觀察到的這些值去券出來的入額 那有一個新的值x0來 所以我要assign成哪一個呢 我只要把x0帶到這個裡面去 那如果f1x0除3f2x0 如果它大於等於這個值的話 那我就把這個新的x0 assign成什麼 pi1 因為就是說 如果它的x0符合這個條件 表示說它x0掉在r1這個範圍嘛 所以我就把新的x0 assign成pi1 那如果它是符合這個條件 也就是說它不符合這個條件 另外的話 我就assign成pi2 所以這個就是我們的classification方法 所以我們根據 要minimal ECM 我們建立去一個入額 建立成切r1r2的入額 那把這個入額用到如果有新的觀察值來 這個新的觀察值如果掉在r1這個範圍 現在因為r1r2是所有x可能範圍的切法 它這個r1的我就把它assign成pi1 它是掉到r2我就assign成pi2這樣子 所以整個入額就是這樣子 根據這個觀察的 把r1r2的範圍給定出來 那新的值就看到掉在r1或r2 我就assign成那個 好這個就是我們要做的 那實務上 等一下我們會再講 實務上的時候 你這個f1f2 甚至pi1pi2這個值我都不知道 這個c1c2這個c有可能我會先知道 比如說你classify成哪一個 那你的花費會是說這個 可是通常pi1pi2你都不知道的 你不知道第一群 你知道說第一群的人都會follow f1 第二群的人都follow f2 可是至於f1到底長什麼 f2長怎樣 其實通常是不知道 至少你它的f1的那些參數你會不知道 所以這些都是要估計的 所以實務上你到時候 你還要把f1f2到底它的估計值算出來 你才更可以用 所以實際在做 你不知道f1f2確實長這樣 你必須要先做過估計 pi1pi2也是一樣 所以實務上在做的時候 還要再經過估計一樣 不過現在先假設說 我如果都知道的時候 我這個最佳的 那個classification rule 就是這樣子見的 好 那另外一個就是說 剛剛我們講的叫做ECM Expected Cause of Misclassification 那現在有一種情況 譬如說今天如果假設這兩個cost 都是一樣的 或者是說 你其實不知道它長什麼樣 那我就把它假設它的impact 是一樣的 我不喜歡去區分這兩個的時候 你就把ECM12跟ECM21 都把它假設成一樣 一樣你其實就可以不用做 那你就可以做一個叫做什麼 Total Probability of Misclassification 我只算它misclassified的機率而已 也就是把C12跟C21 都假設成1的時候 你剛剛的ECM就會變成這個東西 就是說 我把 我只算哪兩個機率 我把pi1 assign成pi2的錯誤的機率 加上把pi2 assign成pi1的錯誤的機率 這個就是我整個會 assign 我的assignment會發生錯誤的機率是什麼 那這個叫做tpm Total Probability of Misclassification 所以這個基本上就 剛剛我們講的ECM的簡化版 就當你兩個cost C12跟C21 假設是一樣的時候 它弄出來的叫做tpm 如果你的minimize 你是要說 minimize這個tpm的話 Total Probability of Cost的話 那就是等於剛剛那個入額裡面 C12跟C21 assign成一樣 所以你要minimize這個tpm的那個入額 其實就長這樣 你R1說你F1除F2 大於等於P2除P1 那R2的話 就F1除F2小於P2除P1這樣子 就剛剛的C12C21 當作是1這樣子 所以你如果是minimize這個tpm的話 這個最佳的R1R2的切法 就是長這個樣子 所以這個是剛剛的簡化版 當C12等於C21的時候 它就變成這樣子 所以說 這有兩種情況 因為你覺得 這兩種misclassification 的cost是一樣 或者是最常發生的就是說 我根本不知道它的cost 是長什麼樣子 我也不想去做假設 那我就說假設它是一樣 好了 它就會這樣子做 所以很多方法都會這樣子做 好 所以除了 就是你可以用這個所謂的 Total Probability of Disquisition 做可能Sigify 剛剛是說 我要minimize那個 ECM或者TPM這樣子的入額是怎樣 那另外一種 另外一種我minimize的cost function 是另外一個叫做 我們用所謂的Posterior Probability 剛剛就說我要建立一個入額 它minimize ECM或TPM這樣的入額是長這樣子 對不對 那假設說 現在我入額的建法是說 我要minimize 這兩個Posterior Probability 那它會長怎樣 minimize哪兩個Posterior Probability呢? 就是說我assignment是怎麼assign 就是說如果我有一個新的觀察值 叫做X0 對不對? 那我的classified的目的是說 我要把這新的 這X0 它到底assign成Pi1或Pi2 那我怎麼assign呢? 我assignment 我assign是根據它的 所謂的Posterior Probability 新的這個觀察值 我算這個given on 新的觀察值的X0的觀察值 它是屬於Pi1的機率是多少 我現在新的來的對不對? 我看到你的觀察值 所以我算說 given我看到你 你的X是X0的時候 那你會是屬於Pi1的機率是什麼? 這個叫做Posterior Probability of Pi1 given on你的X值 我算你的那個 你是Pi1的機率是多少 用Posterior Probability 這機率等於說 我觀察到X0 除上 我觀察到X0 而且X0是從Pi1來的 這個是Conditional Probability的猜法 那我觀察到X0 這個東西怎麼分 所以它有兩種 X0如果是從Pi1來的時候 和X0從Pi2來的 所以它這個的機率就等於這樣子 所以這個是之前的一樣 Probability of 我觀察到X0對不對? 它的機率是怎麼說 Probability當X0是從Pi1來的 或者是Probability X0 它可能是從Pi2來的 那因為我算的是X0的機率嘛 那所以那個時候怎麼乘 乘上Pi1的機率 加上這個乘上Pi2的機率 這就等於這個嘛 這是我們說的Base Rule對不對? X0的機率 X0的機率就等於是說 它GivenPi1乘上Pi1 加上GivenPi2乘上Pi2嘛 好 因為Pi1、Pi2其實切成兩塊嘛 所以 那這個 這個就是說你從Pi1來你的 是F2 所以從Pi1來你的 你的Density是F1嘛 然後你看到X0 所以它的機率是這個嘛 那Pi1的機率 我們說 剛剛說Pi1的Probability 叫P1嘛 那這個一樣就是說 你從Pi2來 所以你的Density PDF是2 那你的X0 是這樣子對不對? 那再乘上Pi2的機率叫P2 所以 下面這一塊就等於這個 那上面這個東西是怎麼? Pi1觀察到X1而且是從Pi1來的 所以它是等於是什麼? Given你是從Pi1來的X0 那乘上你的Pi1的機率 就是這個Interaction的機率 所以上面就是P1乘F1乘X0 就Given你是從Pi1來的 然後 那我再乘上Pi1的機率 就是這兩個交集的機率 所以這一個的PosteriorProbability 就等於這個樣子 所以反推回來 你就可以算出 這一個的PosteriorProbability 也是怎樣 那所以說 有一個新的值 剛剛 我們剛剛的Classification Rule 是說我要建立一個Rule 它minimize ECM或PPM 然後 然後把R1、R2給定出來 那X屬於R1 我就說它是Pi1 X屬於R2 就是Pi2 這裡的做法是說 我怎麼樣區分一個新的X0來呢? 我算這個新的值的X0 它的屬於Pi1跟Pi2的PosteriorProbability 我就說觀察到這個人是X0 我算它是屬於Pi1的Pi1的Probability 和算屬於Pi2的這兩個PosteriorProbability 那看這兩個PosteriorProbability 哪一個PosteriorProbability大 我就把它assign到那一個去 如果這個機率大 比如說我觀察到你是X0了 那你是屬於Pi1的機率 比我觀察到你這個X0 你是屬於Pi2的機率 它要大的話 那我就把你assign到Pi1 那如果這個機率大 我就把你assign成Pi2 所以它的Rule就是根據說 我minimize 就是說 你要assign新的觀察值 我怎麼assign它 我就算這個新的觀察值 它Pi1跟Pi2的PosteriorProbability 根據這個大小來assign你是屬於哪一群 好了 那你看喔 這兩個東西的差別 這兩個PosteriorProbability的差別 它分母是完全一樣的 所以它大小是完全dependent這兩個字 也就是說你的P1乘F1 當P2乘F2的話 我就乘成Pi2 Pi1 當P2乘F2 大於P1乘F1的話 就assign到Pi2 所以 你根據這兩個大小 這一個的Rule就是 當你P1 大於P2的時候 我就assign它 那個那些 我就乘成Pi1 你看你P1和P2 你其實就是 這個東西乘這個 那你R2就是等於 這個比這個小 就是等於這個 那這個Rule是不是剛剛我們 minimize TPM的Rule 新的一個X0來 那你的Rule是這樣子 所以你用 根據PosteriorProbability assign那個群 跟你用所謂minimize TPM 就是不管它的Cost 假設它的Cost都一樣 Miscord的Cost一樣 這兩個Rule 見出來的東西是一樣的 對不對 我剛剛說 你這個PosteriorProbability 哪一個大 我就assign到哪一群嘛 所以如果這個PosteriorProbability大 我就把它assign成Pi1 所以所有X形成的範圍 叫做R1 那你這個 這個機率是什麼 這個機率就是這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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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這個比這個大 其實畫以前就是等於這樣子 所以R2就是這樣子 這個Rule就是我們剛剛 minimize TPM的那個Rule 就是完全一樣的 所以你minimize TPM的Rule 是完全一樣的 所以你根據PosteriorProbability Assign 是說 當你不希望對不同的Miscordification 給不同的那個Cost的時候 你這個Rule是一樣的 所以你根據PosteriorProbability Assign 新的跟那個TPM的那些Rule 是一樣的 所以說我們根據 就是說現在有三種 如果ECM、TPM 或者PosteriorProbability 那ECM是最完整的 就是說不同的Miscordification 有不同的Cost 那TPM等ECM的一個簡化版 就是說我們如果不考慮 不同的Miscordification 有不同的Cost的時候 那你minimize的Probability 那這個TPM的Miscordification 跟你用根據所謂的PosteriorProbability 去Assign的話 那個結果是完全一樣的 就像我說的 我們剛剛建立的這個Rule 就是說假設 我知道Pi1它Follow的PDF F1 是長什麼樣子 Pi2是長什麼樣子 P1、P2都知道是長什麼樣子的時候 我自然就可以到這個Rule 可是實務上是 我現在只有一組Data 我就知道說說 所有Pi1的人 他的X只是長這樣 所有Pi2的人 X只是長這樣 我並不知道他們F1、F2是長什麼樣子 所以說實務上你在做的時候 你這個F1、F2 你都要做估計 而且你要Assign說 他們F1、F2是長什麼樣子 是Follow什麼分布 這不同的分布 就見出來的那個Rule就會不一樣 你F1、F2都不長Rule 那我們現在就針對特別的 會最常用的這樣子來Rule 那假設你X14、X1到XP 我們最常用的Rule就是說 我假設F1是一個 因為F1、X是一個 X1到XP的那個PDF 這P為的 我們最常假設是F1 是Follow一個P為的 Multivariate Normal 它的min是μ1 Balance是sigma1 F2的話是另外一個 Multivariate Normal 它min是μ2 Balance是sigma2 你最常用的F1、F2 就是用Multivariate Normal 不過這當然要決定看 看你的X1到XP 是長什麼樣子 如果都是連續的 你當然可以這樣做 那最常就是假設說 它們都是從Multivariate Normal來 它有不同的min 跟不同的Valance Coburns Matrix 那如果你假設它是這樣子 那我要算F1、F2的值 我第一步就是要去估計說 這個μ1跟Sigma1到底是什麼 μ2跟Sigma2是什麼 那我就要去估計這個值 就像我們假設它是 Distribution 那就要估計這個 所以我們最常用的就是說 假設兩個Multivariate 你的F1、F2都各自從Multivariate Variate Normal來 各自的min 跟各自的Balance Co-Balance Matrix 就要估計 好 那這個假設會被簡化 就是說常用的假設就是說 我假設這兩個population是 μ1、Sigma、μ2Sigma 就是說這兩個population 它的min不同 可是它Valance Co-Balance Matrix 是一樣的 假設這兩個組 它的min不同 因為它不同的兩個Distribution 比如說我假設它的min不同 μ1、μ2不同 可是我假設它的Valance Co-Balance Matrix 是一樣的 那這個會是長什麼樣子 OK 那就是這種簡化 這種假設兩個population 的Valance Co-Balance Matrix 是一樣的情況 在統計上常用 我們之前算所謂的 2-sample t-test 或我們之前講的那個 Hotelin t-square 或者比較兩種population 我們常做這種假設 所以說這假設說兩個population 假設是兩個population一樣 那我們現在講說這個Rule 你要怎麼用 好 所以如果說你的F1是長這樣 F2長這樣 這個sigma 那你就是把 如果我們套到剛剛我們用的ECM的Rule 我們就是把F1 用P為的Modivariate Normal Modivariate Normal Modivariate Normal Balance Sigma 那F2就是Modivariate Normal Modivariate Normal Modivariate Normal 那各自的min是Mu1跟Mu2 它Valance GOValance Machines 假設是一樣的 是sigma 那這個Rule 那這個Rule就變成這樣 所以這沒有 這個是剛剛這樣的Rule 所以說我如果這樣 好 那現在的問題就在於說 這個Rule能夠用 是當你知道Mu1 Mu2 Sigma 是長什麼樣的時候 你才能用 那我們現在唯一知道 只是說 你從F1 Modivariate Normal 所以我就要去估計,好,那估計最常用的方法就是你用MLOE的方法去估計或者是怎麼樣,就假設它們是各自從這個distribution來,那你的估計方法,所以你就需要去估計,那估計最常用的話,μ1是用什麼,μ1就是所有屬於第一群的人的x的平均值嘛,那μ2就屬於第二群的人的x的平均值嘛,那μ2就屬於第二群的人的x的平均值嘛,那μ2就屬於第二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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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的x的平均值嘛,那 那這個sigma,這個sigma是這兩群人的共同的bearance covariance matrix,那怎麼估計,我們上次在講那個potent square的時候,所以這個sigma你就可以用什麼,用所謂的pool的sample variance covariance matrix去估計嘛,所以你怎麼估計,假設我叫做x1,這x1是什麼,是假設說從population1,從第一個pi1來的總共n1個人,那每一個人,x11就是平均值的平均值,那這個sigma是這兩群人的共同的bearance covariance matrix,那怎麼估計,我們上次在講那個potent square的時候,所以這個sigma你就可以用什麼,用所謂的pool的sample variance covariance matrix去估計嘛,所以你怎麼估計,假設我叫做x1,這x1是什麼,是假設說從population 就是第一個人,他在他的x的值,那第二個人,他的x的值,那第n1個人,他的x的值,所以這個都是一個向量喔,所以這是一個n1乘p的矩陣 我把x1就是所有從第一群來的,pi1來的,那n1個人,他的x所形成的一個矩陣,所以第一個rho就是,這裡的e代表是第一群,第一群裡面的第一個人,他的x所形成的一個矩陣 叫做第一個rho,第一群裡面的第二個人,他的x,然後第一群假設有n1個人,他的x這樣 所以這個x1基本上是所有屬於第一群的人,那些人,他x所形成的矩陣 那你也可以同樣把x2,把所有屬於第二群的,假設屬於第二群的n2個人,他n2個人,這個data所形成的矩陣,這個就變成n2乘上p的這樣data 對不對,好,那你把所有屬於第一群人的,他的x的值做一個平均值 那你也可以所有屬於第一群人,他算出他的sample variance covariance matrix 第二群人,他的sample mean,sample variance covariance matrix 我用x1bar當作mu1的估計值,x2bar當作mu2的估計值 那他的variance covariance matrix是一樣的嘛,所以他的估計法,就用上次之前我們做的所謂pool的variance covariance matrix 我就把x1,x2各自乘上n1這樣子,再除上這個 其實乘上n1-n2就是要把這個值拿掉,然後把它們加起來,那除上,除上就是他們的total的各數各-1這樣子 所以這就是pool的variance covariance matrix 所以我們的估計方法,你就用x1去當作mu1的估計值,x2是mu2的估計值 這個pool的variance covariance matrix當作是那個共同的variance covariance matrix的估計值 我們上次講過這個是當,如果這樣子的情況下,這個是他們的bass estimate 那就可以估計 好,那你就把本來這些入耳裡面的mu1,mu2跟sigma 用他的估計值x1,x2跟xpool帶進去,他的入耳就變成這樣子 那有這樣子的時候,我們就實務上data就能做 因為我只要得到data,我就可以算出x1 bar,x2 bar跟xpool 那我這樣子就可以建立一個rule 所以說,對所有的新的x來 新的x來,那只要他帶進去符合這個條件的時候 我就把它assign成pi1,他符合這個條件的話,就再assign成pi2 所以這個叫做estimated the minima ECM rule 然後這個re prime的法律 他是估計的,我們剛剛講說minimumal ECM那個入耳 是說假設f1,f2他長什麼樣,是確切已知的 沒有位置參數的 那實務上不知道,所以你要估計 所以這個是我們估計的最小的ECM的入耳 就把mu1,mu2用它的估計值帶進去 這個叫做我們的ECM的 rule 所以假設你的兩組population 然後兩組population都從mati-variant-normal來 然後它的min-balance-covidance-match是一樣的話 那你的你實務上可以用的那個rule就是這樣子 所以這個是我們實務上在做的這個東西 好,我稍微講一下這個東西怎麼看 然後都會導到我們下一個所謂的要見的另外一種rule 就是這個錄的方法 你看看喔,我把X0帶進這個錄裡面對不對 你看這裡就一個X0,對不對 我把X0乘上這個東西 那你看這個東西這樣子 今天,如果我把前面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其實是一個vector 我叫做,它叫做A transpose 我把所有的,我原來的X乘上一個A transpose 也就等於是我把我原來的X,那個觀察值 乘上A就把原來X做一個線性組合 線性組合以後它就變成新的一個數,叫做Y 那這個線性組合是怎麼做 這線性組合的這個A是用這個東西去算的 所以這一個你把這個當做A乘X 你Y就是原來的Scale乘上A這個線性組合形成的Y 對,所以它這個入圍你看喔 這個入圍是怎麼樣 就是說,我有一個新的值來的對不對 我把它乘上A,我把它用A做一個線性組合 我把本來是X批尾的東西嘛 我把它印到一個線性組合,一個一尾的東西 然後,後來這個東西是什麼 你看喔,這個東西X1X2 這個東西是長什麼 這個東西相當於,你如果把所有的 屬於X1的那些X都做線性組合 所有屬於Y1都做線性組合 它們的線性組合的Y1的bar加Y2的bar 除以1分之1就是這個值 你看,這個是A嘛 對不對 X1bar是所有屬於第一群的X的平均值嘛 X2bar是所有第二群的平均值嘛 你把這個A乘進來 把這個東西乘進來 相當於說,我把所有屬於第一群的那些人 他的X都做一個A的線性組合 以後再把它做平均 就是Y1bar 然後A乘進來X2bar 就是把所有屬於第二群的那些人 他的X先做一個線性組合 先乘一個A把它線性組合 然後再把他們做一個平均值 叫做Y2bar 然後把它加起來 所以後面這一塊就相當於這樣 相當於說 就把所有的X做了線性組合 然後把它線性組合完 以後兩個中心點的平均 所以你的Y1bar就是這樣 所以它這裡要強調的是說 今天我有一個X的值來 它是一個P為的變數 我第一步先做線性組合 做怎麼樣的線性組合 我做一個這樣子 乘一個A是長這樣的線性組合 所以說我第一步 我把所有的 我原來觀察都是用X 用P為的東西 都做同樣的線性組合 都乘上這樣一個A線性組合 好,那我新來的觀察值 乘上這個線性組合 以後去減掉這個東西是什麼 這東西是原來的那兩群人 他的X做完線性組合 完了Y的平均值的再平均這樣子 把所有的人都做A的線性組合 把所有屬於第一群的A的線性組合 的那個Y值做一個平均值 叫Y1 bar 所以第二群的人 Y的那個線性組合 做一個平均值 叫Y2 bar 算這兩個Y1 bar跟Y2 bar的平均值 就是這個東西 所以你這個入耳可以當作是什麼 我第一步 因為我們現在看到的X都是P為的 我把所有的X值 今天我要說的所有 都做一個線性組合 做一個A的線性組合 以後 好,新的值來了 這個新的值的A的線性組合的值 減掉原來在那個population裡面的兩個群的 他們的線性組合的平均值的一半 的中心點 那我的新來的這個點的線性組合 比原來在那個population的兩個線性組合的中心點 跟他減起來 如果比這個值大 我就assign成Pi1 比這個值小 我就assign成Pi2這樣子 所以他現在要強調就是說 我先做一個線性組合 我本來原來的看的X都是P為的 現在我不看P為 我先看一為的 那就我把P為的東西做一個線性組合 所有東西都做了線性組合了以後 那用這個線性組合來看 我新來的人 新來的那個點 他的線性組合的值 減掉原來在這個population 那兩群人他線性組合的兩個中心點的平均值 我看他比那兩個中心點的平均值 減起來比這個大我就assign成Pi2 比這個小我就assign成Pi1這樣 好 所以你可以先把它當作這樣看 就如果 雖然是用Pi2 如果說你把這個當作是一個線性組合的做法的話 其實就相當於 你先做線性組合 把所有的XPi2的東西都轉到 一圍的線性組合的東西 用這個線性組合去看 你的線性組合的值 是不是比原來在這個population 那兩群人的線性組合中心點的平均值還要大或小 這樣子 來assign the group 這裡是跟你講說 這個路額 雖然說我們當作人 這個路額其實 從另外的觀點 他可以這樣子看 這個只是說 對這種路額 我們用另外一種觀點去看 就不要假設說 看說他好像是做線性組合 這樣子的觀點 那為什麼要用這個觀點 這個觀點就會導致 就是我們等一下要講的 就是說Fisher Fisher 他在之前的時候 他有做一個 也是做類似這種classification的路額 Fisher 他是用另外一種想法 我們剛剛的classification路額是說 我要建立一個路額 命你買這個ECM或TPM的這個路額 可是Fisher 是用另外一種想法 他建立另外一種classification的方法 那他那個方法 等一下我們講 他的方法 就會跟我們這一個方法 做出來完全一樣 雖然不同的想法 跟他們做出來的那個路額是完全一樣的 那Fisher 是怎麼想的 就是我們等一下要講的 好 那Fisher 怎麼想 那Fisher 他不是從 像我們剛剛講說 我要 minimise ECM 這樣 一個路額 perspective cost 這樣子 他不是這樣想 他從另外一種想法 他第一 他怎麼想呢 假設我們有P為的東西對不對 那一樣 我們是要把所有的X的 那個 所有敵義群的人的X 做一個R1 R2這樣的範圍 可是 因為我現在 每一個人是有P為的東西嘛 我要對這個P為的東西做分 做切成R1 R2 他覺得很困難 因為我要一次看P一個變數 對 三個變數 要用這三個變數這樣範圍這樣 所以他想說 那我不要這樣子做 那我怎麼辦呢 我第一步 我先把我這個P為的東西 做一個先行組合 我先把它轉到一圍的上面去 那如果轉到一圍的上面 那就只有一個變數嘛 那我就只要看這個變數的大小 就可以切了嘛 因為你現在 如果一次看三個變數 那你要用這三個變數來區分的話 你有可能是什麼 什麼 第一圍他比他大 第二圍他比他小 什麼什麼三個 你要考慮三種不同的情況 這很難考慮嘛 那所以他想這樣比較複雜 所以說 如果我能先把P為的東西降成一圍 就變成降成只有束線上的一條東西 因為只有一圍嘛 所以說 我只要看這個降出來 這個一圍的東西的大小 我用這個的大小來區分就好 所以他一圍就很好區分嘛 所以 他的第一步就是說 我先要把我 觀察資料的那個多圍的東西 先把它轉成一個一圍的 univariate 的 y 我的 x 是一個多圍的 我要先把它轉成一圍的 那你要把多圍的東西轉成一圍 就是做一個線性組合嘛 問題是 那你要把多圍的轉成一圍的這個線性組合 我要怎麼轉 那個線性組合很多種嘛 你要把這個 你只要乘上一個 a 就好 這個 a 的選法 就像剛剛這樣子 你把原來的多圍的東西乘上一個 a p 乘1 的矩陣 constant vector 的話 他就轉成一圍 可是 a 的選法有很多種 那你怎麼選那個 a 那他給的一個方法就是說 我要選那個 a 是怎麼選呢 我希望我選的那個 a 所以當我的 x 都轉成 y 的時候 這兩群人 他在 y 的值上面會分得越開越好 那這個線性組合 那用根據這個線性組合出來的這個東西 再來做它的分群的方法 所以 所以 fissure 的方法 那他第一個 開始不是想 ecn 他第一個方法就是說 我怎麼樣做線性組合 那這個線性組合 會使得 我在分這個 pi 1 跟 pi 2 這兩群人的時候 最好分 因為如果我想找一種線性組合 指著 pi 1 跟 pi 2 這兩群人 在這轉換出來的 y 的值上面 越分開越好 那越分開我就越好區分他們兩組人 我要先找出這種線性組合 他就說他要做線性組合 第一個 第二個 他的這個做法 他其實並沒有假設說 這兩群人必須要從常態分配來的 他的入耳上面沒有假設常態分配 可是他的入耳上面也沒有特別說 可是他入耳上面其實是相當於他有假設說 他希望這兩群人的 mean 不同 converance covenance matrix 應該是差不多一樣的 他有這樣隱含的假設 我們等一下講 為什麼他有這樣隱含的假設 所以他的想法是這樣子 x 1 就是我剛剛講的 所有屬於第一群的 那 n 1 的人的 x 所形成的 data matrix 然後怎麼辦呢 我要做一個線性組合 我要選一個 a hat 這個 a 這個 vector 然後把每一個人的 x 的這個人 乘上 a 變成一個 y 做一個線性組合 做一個線性組合 所以我 n 1 個人對不對 這是第一個人的 x 的觀察值 這第二個人到 n 1 個人 我把每一個人的觀察值都乘上一個 a 就做一個線性組合 就會變成一個 y 1 1 所以第一個人本來有 p 微的觀察值 就變成一微的觀察值 叫 y 1 1 第 n 1 個人 他的 p 微的觀察值 變成 y 1 n 1 就是說我把屬於第一個 population 裡面那 n 1 個人 每一個人的 p 微的變數 都透過 a 這個 vector 把它轉成一個一微的 y 的組合 我要找一個 a 這樣做 那 a 同時也用到 這個第二群的 x 2 那個 pi 2 那一群人的 data matrix 也一樣 假設第二群人叫做 x 2 1 就第二群的第一個人 他的 x 的值 那 x 2 n 2 就第二群的 d n 2 個人 他的 x 的值 那一樣透過 a 這個線性轉換 把它轉過來 所以 a 乘 x 2 1 乘 y 2 1 那 a 乘 x 2 n 2 的話 就 y 2 n 2 所以我透過 a 這個線性組合把 所有屬於第一群的人的 那個 p 微的變數 轉成一微的 所有屬於 x 2 的 pi 2 的那一群人 他的 n 微的 x 的觀察值 轉成一微的 y 的觀察值 所以透過這個線性轉換 我可以把原來屬於 p 微的兩群人的 值都轉成 y 這樣子 這個線性組合 那我剛剛講 他說他找一個線性組合 那這個線性組合這 a 到底怎麼取 他剛剛講說 他找一個線性組合 這個線性組合 他希望說使得 第一群的 y 的值跟第二群人的 y 的值 這兩群值會越分開越好 他找了一個線性組合是說 他希望這個線性組合是使得這個 第一 pi 1 的 y 的值跟 pi 2 的 y 的值 他們在值上面會越分開越好 那越分開 什麼叫做越分開越好? 他就要定義 所以他定義的越分開越好 就是這樣子 他說 所有屬於第一群人的 y 的平均值 跟所有屬於第二群人的 y 的平均值 我把這兩個平均值相減 那絕對值 就是他分開程度 那可是這個只有分開 因為他可能變異數不同 所以他為了讓這個分開程度有一點 他去除上他們的變異程度 就是 valence 那個所謂的 standard deviation 就把這兩群人的 y 減掉 除上這個 standard deviation 那他這個 standard deviation 是怎麼做的呢? 他是這樣子做 他把屬於 y 1 的人 他把屬於 pi 1 的人 他的 y 的值 跟他的 mean 相減的平方和 跟 pi 2 的人 他的 y 的值 跟 pi 2 的 mean 相減的平方和 加起來除上 n 加 1 加 2 減 2 所以這個就是我們之前講的時候 pool 的 sample variance 因為現在只有一尾嘛 所以他其實就是用把這兩群人合併起來 叫算出來 sample variance 也就是 within class within class的 variation 算出來 sample variance 所以他把這兩群人這樣子 用這個當作是這兩群人合起來的 variation 把它除在下面 好 我們之前講過 這種 pool of variance 的估計值 會是最好的是 在什麼情況下 當你假設這兩群人 他們真正的 variance 是一樣的時候 他的最佳的估計法 就是這個 pool of variance covariance matrix 所以雖然說 他 這就是為什麼我剛剛講說 雖然說 future rule 他沒有去說 他沒有說 我一定要假設這兩群人是一樣的 可是他用的一個評估 他 variation 的方法 是用這個 pool of variance covariance matrix 所以這個就隱含了 他學的 他希望說 那這一個東西會是最好的估計 就是只有在這兩群人 他的這個 y 的 variance 是一樣的時候 他才會是最佳的 variance 合起來 variance 的估計值 所以這裡我才說 這個是他隱含說 他假設他們兩群人 是 variance 是一樣的 因為他用的 去評估這兩群人 variance 是用這個字 好 所以說他就定義這個叫做 這兩群人在 y 上面的分開程度 所以他現在的目的是 我要找一個 a 使得透過這個 a 所形成出來的 這兩群 y 的這個值 越大越好的那個 a 所以他的 classification rule 是這樣建立起來 就是說他透過一個 a 然後把它轉換以後 他希望那個 a 使得這個值越大越好 那你可以去證明 所以說他的目的是找一個 a 使這個 separation 這個變數 這個值會越大越好的那個 a 是長什麼樣子 然後結果跟你講說 這一個線性組合這麼早 線性組合如果說他的 a 是等於這樣子 這 x 1 bar 減 x 2 bar 乘 transport 乘上 s pool 這個 pool sample balance goverance measure inverse 如果 a 他取成這樣子的話 這一個 transfer 的方法 他的導致的這個 separation 會是最大 那他這個最大的值就是長這個樣子 所以說剛剛講的說那個 a 要怎麼取 他說 a 如果取成這樣子 a 等於這樣子的話 他的那個值就會是最大的 然後他取成 a 這樣子 他的兩個最分開的就是這個值 大家有沒有看到 這個 a 你要發現這個 a 跟我們剛剛在講 estimated ecm 所持的時候 我們說說你如果把這裡 當作一個 linear transformation 的時候 我們當作的那個 a 就是這個 就剛好就是那一個 我就會發現說 我們剛剛說說用 ecm 的方法 入而得出來的那個入而 如果說我們再進一步看就是說 如果其實是把 x 乘上一個 linear transformation 像是乘上一個這個值 這個 linear transfer 你發現說這個的 就剛好是我們剛剛在講 ficial 的方法裡面 那個 a 會使得最分開的那個 a 就剛好就等於那個 那裡面的那個 a 那ficial 要怎麼做呢? ficial 跟你說 好 我的 assign 的那個 x0 他如果符合這個範圍的時候 他就這樣子 他怎麼做呢? 我說我一個 x0 出來 對不對? 這個 a0 先出來 那我先把它做這個線性轉換 所以我把我的 x0 先做一個線性轉換 x0 乘上這個 a 變成 y0 head 那我除了把我這新的值做線性轉換以外 我把所有我的 pi 1 pi 2 那些 x 值 也都做線性轉換 他的 x 值也都做線性轉換 都變成 y 然後把它那個線性轉換給平均起來 所以你看喔 這個就是那個 a 對不對? 那我把原來的 x 的平均值這樣加起來 所以我這 a 乘上 x1 bar 其實就等於是什麼? 我把所有的這個 x 都計成 y 以後 把用算這個 y 的 mean 因為我這 y 的 y 是怎麼做的? 我這 y 是把原來的 x 做線性轉換 然後再把它平均起來 所以說你這一個乘上 x1 是相當於我把所有的 x 線性轉換成 y 然後再把 y 做平均值 那其實是相當於 a 乘上 x 的平均值 然後這樣子 所以其實這一個乘這個 就是我所有屬於第一群的人 他線性轉換以後 得到 y 的平均值 那這個除以第三個就是 我所有屬於第二群的人 他做了 y 做這個線性轉換以後 得到的 y 的平均值 然後我把這兩個線性轉換以後的平均值 加起來再除以 2 那我就看我新進來的這個點 他線性轉換以後的值 比原來在那個 population 那兩群人 他的各自 y 的中心點的平均的那個點 比他大還是比他小 來判斷他是屬於哪一群這樣 所以基本上他是這樣做 他怎麼做呢 我們用一個圖來表示 假設我原來有 x 1 x 2 假設我原來是兩圍的啦 x 1 x 2 那 pi 1 都是他的 x 都掉在這裡 pi 2 的 x 2 所以 pi 1 是所有那些空心的那個點 pi 2 的話是所有那個死心的點 所以說所有的 pi 1 他的 x 值都 就用 x 1 x 2 他就是在掉在這個範圍 x 1 x 2 那 pi 2 的話就是 他就是掉在這個範圍 我第一步先做線性轉換 所謂線性轉換就是把我用 x 1 跟 x 2 做一個線性轉換 所以他的線性轉換就相當於這個 y 的值 我是把 x 的值 x 這兩個軸乘上 a 我們在 vector 上面有兩個東西 你乘上 a 就是相當於 你讓他乘一個東西 然後做他的線性轉換 那我假設我乘出來以後那個 y 就我把原來的 x 1 x 2 做線性轉換 乘出來那個 y 他出來的 他方向剛好是這樣子 也就是說我 x 1 是這樣子 x 2 又這樣子的時候 他剛好就是這樣子 他轉出來的 y 就是這樣子 剛剛那個值就跟你講什麼 我第一個 我先把所有 pi 1 他的 x 的值 把它印到這一條線上面 把它 project 到這一條線上面 我現在這些點是用 x 1 x 2 畫出來的 我把這個點 project 到這一條線上面 看他是在哪裡 把這個點也 project 到這一條線上面 所以我把這些的點 原來用 x 1 x 2 的點 都把它 project 到 y 這一條線上面 所以我第一步是什麼 那這裡畫出來 這裡畫出來是表示說 像這個點可能有兩個 這個點可能有 1 2 3 個這樣子 我等於是畫一個 類似這樣子畫上去 所以這只是在說 我都把每一個點 都把 project 到這一條線上 所以有一些地方 可能有好幾個這些 x 值 所以我第一步是什麼 我把本來在 x 1 x 2 上面的 pi 1 pi 2 的值 都 project 到這個 linear transformation 的 y 上面 所以它變成本來是在這裡的值 都變成在這一條線上面 看他是在這一條線的哪裡 所以說這些點都 project 到這裡 所以它大概都掉在這裡 這些點 pi 1 的 x 值都 project 到這裡 所以它在 y 上面大概都是這些值 好 我把所有 project 到 y 上面的 pi 1 的值 做一個平均值 叫 y 1 bar 所以 project 到 y 上面的 pi 2 的值 做一個平均值 叫做 y 2 bar 所以這個 y 1 bar y 2 bar 代表的意思就是這樣 所以我把原來 x 1 x 2 上面的 project 到 y 上面的那兩群的 那個 y 點各自算出它們的平均值 中心點 y 1 跟 y 2 bar 那有這兩個中心點以後 再來我算這個中心點 跟這個中心點的中間的那個值 我把 y 1 bar 加 y 2 bar 除以 2 其實就相當於這兩個點的中心值 你一條線上面兩個點 你把那兩個點做平均 就是這兩個點中間的那個值 所以我就把原來印上來 這一群的中心點跟這一群的中心點 這兩個中心點的中間的那個點 就 y 1 bar 加 y 2 bar 這樣子 印藏這樣子 算 這個就是我們剛剛講 y 1 bar 加 y 2 bar 除以 2 的這個點 好了 我有一個新的值來 一個新的值 它可能是掉在這個 x 上面的任何一個範圍 那我把它 project 到 y 上面 如果它 project 到 y 上面 是比這個我們剛剛講的這個 這個 y 1 bar y 2 bar 大的時候 比這個值大的 我就把它 assign 成 pi 2 如果它的 project 到 y 上面來 它這個值是比這個中心點 它要小的時候 我就把它 project 到 y 1 去 pi 1 去 所以它的做法就是這樣子 所以所謂的線性轉換 就是你把原來的在 x 1 x 2 上面的點 project 到一個一圍的 y 的上面 所有的都 project 到這上面 那把所有屬於第一群的那些 y 做一個平均值 第二群的那些 y 做一個平均值 那這兩個平均值的中心點 用這中心點當作界線 那新的值來 我一樣把它 project 到 y 那看它比這個中心點大還是小 來決定說它到底是要 pi 1 還是 pi 2 所以說 fissure 的方法就是這樣子 它第一步先把多維的先印到 本來在 x 1 x 2 上面的點 都先印到一圍上面 都先印到這條線上面 根據這兩群人 在這條線上面起一個切點 它這個切點的取法就是說 用第一群人的中心點 跟第二群人的中心點的平均值 當作切點 那新的值來以後 我就把它印到這上面來 看它是比這個切點大還是小 比這個切點上面的就 pi 2 比這個切點下面的就 pi 1 所以說它只是多一步 它只是把多維的先印到一圍上面 那在這個一圍上面找一個中心點 那心的值來就看它在這個一圍上面 是到底是介於哪一個範圍 就這樣 以前我們的 ECM、TPM 都是先 都都是根據 p 圍去做的 就用 p 圍去切 r 1 r 2 它沒有它先把它簡化成一圍這樣子 所以說 Facial 的方法就是長這個樣子 那你這個入圍去看 你就會發現 Facial 的這個入圍 剛好是等於 我們之前講 estimated minima 的 TPM 我們剛剛說 minima ECM 就是說當你的 cost 不一樣的時候 那你的 cost 一樣 就是所謂的 TPM 那你的 cost 一樣的時候 就是這個值 所以你就會發現 Facial 的入圍跟我們所謂的 那個 estimated minima 的 TPM 的那個入圍 假設兩個 population 是從 multivariate normal 來 他們的 mean 不同 balance covalence matrix 是一樣的的時候 做出來的那個 estimated minima TPM 的入圍 Facial 的方法跟那個入圍是完全一樣的 所以說 可是這兩個是從不同的觀點來 一個是從 它的 distribution 我要 minimize 它的 ECM 和 TPM 的這個方法來 那Facial 的方法是說 它不是從這個觀點來 它是說 我先要把多圍斬成一圍 那用一圍來區分的時候 它這個入圍得到的 結果剛好兩個得到的是一樣的 所以說 雖然是不同的想法 可是它們最後得到的 那個入圍本身是完全一樣的 那我們剛剛一開始就講說 Facial 的方法 它其實都沒有假設 它是從 multivariate normal 來 因為它從來沒有用過 它的 F1 F2 的那個 distribution 它是用它的線性轉換以後 minimize這個的值 那可是它有隱含的 假設說 這兩個 population variance covariance 要一樣 因為它的這個 所謂它在算 separation 的時候 它除上的那個 variance 是假設 是用所謂的 poor 的 variance poor 的 sample variance 這個 poor 的 sample variance 會是最好的估計 是當做這兩群人的 variance 是一樣的 poor sample variance 才是代表這兩群的 variance 最好的估計值 所以它雖然沒有說它假設一樣 可是因為它定義的這個東西 其實就隱含了 它覺得 如果是這樣的話 它這個定義的東西 就會是最適當的狀況這樣 所以它得到的東西 就會剛剛是這樣子 這個就是它的路 所以說 這是一個很有趣的東西 就是說 兩個 兩組人 他們從不同的觀點 做同樣一個問題 結果 後來他們得到的解答 是完全一樣的 所以說 這表示說 其實你問題怎麼想 都沒有關係 可是只要說 這個東西是合理的 我覺得 大致都會得到 一樣的結果 我們剛剛講說 當用ficial 的方法的時候 你最好的 線性轉換是這樣子 它轉出來 兩個的值 就是說 最佳轉換的時候 它們最分開的那個 那個值 叫d square 就長這個樣子 那這個d square 大家會覺得很那個 這d square 就是什麼 這d square 就是當我們之前在做 hoteling t square的時候 比較兩群人的 hoteling t square的時候 那兩群 假設它variance covariance 一樣的時候 用的hoteling t square test 就是這個d square 因為它的d square 剛好就是x1 bar-x2 bar 除上這個pool 的variance covariance 再除上這個 那之前是這裡 還除上什麼n分之1 n1分之1加n2分之1這個 所以你其實只要把這個值 乘上這個值 這個值就是剛剛中間有除 n1分之1加n2分之1那個 把它拿到這裡 那這就是我們之前的 那個hoteling t square 比兩群人的hoteling t square 那這個統計量 你如果除上這個 它就會follow f distribution 所以就很剛好就是facial 它的那個最分開的程度 那個分開的那個值 剛好就是hoteling t square的那個值 那個值可以拿來當作hypothesis testing 所以說這些東西其實都會 你後來又發現 他們怎麼都好像都相通的 剛好就是這個樣子 可是他們當初在想的時候 其實是從不同的觀點來想的 只是要做這些事 其實就你發現說不管你怎麼想 其實如果那個想法是合理 你很多東西其實是會互通的 所以這個是講說這個hoteling t square 剛好是這個樣子 好這個就是我們講的所謂的 那個的方法這樣子 當假設你兩群是population 其實說兩群人 分兩群 那兩群的manence、covidance、manence 是一樣的時候 假設你是mortivarian normal的話 你就會有這個 那你或者說你用facial的方法 也可以達到這個目的這樣 好 所以facial的方法 它其實沒有去想說 它要不要假設兩個population是一樣 兩個population balance,covidance,manence 是一樣 它就是跟你講說 它的分法就是這樣子 不過它的分法其實就剛好是等於 我們假設兩個population balance,covidance,manence 是一樣的時候得到的那個rule 好 那如果我們剛剛要假設那個minima 的ECM或TPM的時候 我們如果不假設這兩個population 你的sigma是一樣 我們假設它是不一樣的時候 我們假設它是不一樣的時候 那你不一樣 你f1就是帶μ1,sigma1 f2就是帶μ2,sigma2 你帶進去以後 你還是可以用之前的那個路 算出r1,r2的那個 只是說它的r1,r2就變成這樣子 因為這個時候 因為這個時候 你那時候在做的時候 你假設它是一樣的時候 你f1,f2 你各自的sigma都帶一樣的 並不一樣 所以它解出來的那個是 是這樣子 如果你把sigma1,sigma2 帶不一樣的時候 你會發現你帶進剛剛那個 什麼minimaECM的那個路爾的時候 你的r1就會長這個樣,r2就會長這個樣 那一樣,這個就會變得比較醜 你看那個路爾本來是 minimaECM的路爾是說 這兩個把別的density相處 乘上這個字 所以這個時候 f1就是m1,sigma1 f2就是m2,sigma2 如果不一樣的話你就這樣 那如果一樣的時候 你就是m1,sigma m2,sigma sigma是一樣的 那這個時候不一樣你就是帶不一樣 那不一樣的時候你發現 你就弄出來的路爾就會長這個樣子 就變得很複雜 就比較複雜啦 那跟之前一樣 這個東西都是在假設 mu1,mu2 跟sigma1,sigma2 是已知的時候 你可以這個路爾 那你未知嘛 所以你要估計 所以說跟剛剛一樣 實際要做的時候 那你就要對 mu1,mu2,sigma1,sigma2 做估計嘛 最簡單的估計就是 mu1就用第一群的x的x1 bar mu2就用第二群的x2 bar 那sigma1 現在sigma1,sigma2 不一樣的嘛 那我就各自用 第一群的 sample variance covariance matrix s1 當作sigma1的估計值 第二群的sample variance covariance matrix 當作s2 的估計值 所以你就把 mu1用x1 bar帶 mu2用s2 bar帶 sigma1用s1帶 sigma2用s2帶 然後進去這個路爾 你就可以得到這麼一個路爾 這樣子 這個路爾 就這樣 那我們通常給這個路爾 叫做一個名字 叫做quadratic classification rule 為什麼叫做quadratic 就是說quadratic 就是它是二次的嘛 你發現這個路爾 它其實是對 這個x 它其實是二次喔 你看x transpose 乘上這個在x transpose 再加上x的這樣子 所以這個是x的二次函數 所以也就是說 當你假設s1跟s2是不一樣的時候 你那個路爾其實是 隱含的是你這個x的二次方的方程式 所以我們這個路爾叫做quadratic classification 好 我們剛剛假設s1跟s2一樣的時候 那個路爾是長這樣子 你看喔 這個路爾只有x0乘上這個 沒有剛剛的x transpose的那個 所以這個是一個線性的轉換的方法 所以通常你會在軟體上面假看到 它說它在做classification的時候 這個linear discrimination rule的意思 就是這個路爾 因為它是x是線性 那它講quadratic discrimination rule 就是這個路爾 就是假設兩個valence covariance matrix得到不一樣 所以在那個你在現在你看的軟體上面 假設說你要做classification 或你要用linear classification rule 還是quadratic classification rule 代表的就是 你要假設它valence covariance matrix一樣 或者假設valence covariance matrix不一樣 那做出來的路爾 一樣的它的路爾叫做 我們通稱給它一個線性 叫做linear classification rule 那不一樣的話叫quadratic classification rule 為什麼叫linear叫quadratic 因為在不一樣的時候 它其實這個路爾裡面其實是相當於x的二次方 那剛剛一樣的時候那個是相當於x的一次方而已 它沒有到x的transpose這樣子 就只有一個x0而已 這裡x0乘x0的transpose是中間層 所以它二次方 所以當人家講說linear classification rule 跟quadratic classification rule 個別是假設說當他們說 那也就剛剛講的 所以說linear classification rule 其實跟我們有時候講 它也會講叫做facial classification rule 是一樣的 它講的facial classification rule 就是我們剛剛講的 就是做那個線性轉換那一個 所以未來你們在軟體上面 會看到 講linear classification rule 跟facial classification rule 這兩個指的是同樣一個東西 就是指假設valence covariance 是一樣的 那會講一個quadratic classification rule 就講的是這一個 假設它valence covariance 不一樣的時候做出來的路 這是現在軟體上面常做的 我們通稱的名字就是這樣子給的 linear classification rule 跟quadratic classification rule 這樣子 好這個就是我們講的說linear classification 這個東西 好那現在問題來了 一組data來了以後 我到底要用linear classification rule 或用quadratic classification rule 去做 一組data來了 我到底要假設他們那兩組的valence covariance matrix 是一樣的 還是不一樣的去做這個東西 當然你最最 我們最統計的人最直覺的方法 我就去做diagnosis 看這兩群人 它的valence covariance matrix 是不是一樣 各種方法 然後去算他們怎樣 看它是不是一樣 那這個當然是一種方法 這個就是像我們做統計方法 就是我們的某一些模型都有看一些假設 那我data來我要選哪一個模型 就把我data做一些 一些exploratory data analysis 看它的什麼東西這樣 就explore說 我這個data到底比較符合哪一個假設 那我就用那個假設做出來的模型去做 這裡也是一樣 我data來以後就explore這兩組 這兩個population它的valence covariance matrix是不是一樣 你可以算兩個的sample valence covariance matrix 看這兩個sample valence covariance matrix 長得是不是很像 或是靠靠近這樣子 來判斷我到底是要用 那比較靠近我就可以用linear 那個classification rule 完全不一樣 我就用quadratic classification rule 這樣做 這是一種方法 大家就是常做的方法是這樣子 那第二個就是說 我們要講的有一件事就是說 第二個也是一個考慮的東西 你會發現 這quadratic classification rule 就它不像facial的方法 像facial的方法它沒有假設它是常態 這裡有兩個假設 假設data是從常態分布來的 第二個假設它的 兩個valence covariance matrix是不是一樣 有這兩種假設 你發現 linearly discrimination rule 它假設兩個valence covariance matrix 是一樣的時候 那雖然我們那個rule 是要假設常態分布的 可是你看喔 facial的方法它並沒有假設常態分布 它還要得到同樣的結果 所以這跟你講什麼 說當如果有一組data 它的variance covariance matrix 是很靠近的時候 這個data是不是從常態來 就不是那麼重要 因為不管它是常態來或不常態來 常態來你用我們的linear discrimination rule 如果不常態也用facial的方法 一樣會得到同樣這個我們想的 所謂最佳的方法 那可是當你的data兩組是不同 從不同的valence covariance matrix來的時候 data是不是常態這件事就變得很重要了 因為我的quadratic classification rule 是從normal來的 quadratic classification rule 沒有像facial的那種方法這樣子 所以這兩組data跟你講說 我們這個classification rule based on兩個假設 一個是data是常態來的 一個是兩組data 兩組人它的variance covariance matrix 是不是一樣的 那這兩個假設對我們的重要性是怎麼樣 假設說你這兩群人是 假設你大概可以確定說 這兩群人的variance covariance 是差不多一樣的時候 這兩群人到底是不是從常態來這件事 就不是那麼重要 我只要能確定這兩群人是從 從他這兩群人 他variance covariance matrix是一樣的 他是不是常態這件事就不重要 因為我只要他是一樣 我就可以用facial的方法 或者是這樣去做 可是萬一我發現 我這兩群人的variance covariance matrix 是不一樣的時候 那這時候 他是不是常態來就很重要了 因為唯有他是常態來 我才可以套 quadratic的方法去做 他如果不是常態來 我就不能套 quadratic去做 就是說解 你可以根據你的data的特性去解這個東西 那當然linear discrimination rule 是比較簡單比較好解的嘛 所以說 就是說你要選到底 你用linear classification rule 或quadratic classification rule 除了說 你的data到底是不是符合這些假設以外 其實有一個 你這兩個假設可以去挑 就是說 當你非常確定你兩組 population 是從 它的variance covariance matrix 是一樣的的時候 那你這時候 你就其實根本不用去check 你data是不是從normal來的 因為你反正只要是一樣的 我就可以用這個方法 linear的方法 或quadratic的方法 或facial的方法去做 所以當你發現 你這兩群人的variance covariance matrix 是不一樣的的時候 這時候你一定要再進一步去確定說 你的data到底是從常態來的 那唯有你的data也是從常態來的 我才可以用這個錄我去做 我這個時候如果我的 這兩群variance covariance matrix不一樣 可是它不是從常態來的 這個錄我就不是很適合了 所以在quadratic 當你要用quadratic classification rule的時候 data是不是從常態來 這件事就是很重要的 可是當你要用linear discrimination rule的時候 data是不是從常態來 這件事就不重要 這是dependent這樣子 所以說 這也是一個你考量的重點 所以說 因為很多人就講說 好,那我就不做任何假設嘛 因為quadratic rule 因為linear的 rule 如果還要假設兩組是 balance covariance matrix是一樣 那我就乾脆用quadratic rule 就不做任何假設 就假設他們 他們可以是不一樣 不是說他們一定要不一樣 他們可以是不一樣 quadratic是說他們可以是不一樣 我允許他們各自估計參數 那我就用quadratic rule去做就好啦 我就說我最保險的方法就是 可是quadratic rule的做法 就是這樣子做的一個危險點 那你用quadratic rule的時候 你quadratic完全能做的時候 你要確定你的data是從常態來 所以這時候你就要去 你如果要用quadratic rule去做的時候 你就要去check你data 是不是從常態來的 這件事就很重要 可是當你發現兩個 balance covariance covariance 差不多一樣的時候 那你根本不用去管常態 你就直接用linear的 rule 它就會夠好 所以這是這兩個之間的關係 未來你們在選這個rule的時候 可能要知道的一個東西 也就是我們這裡講的 回去再看看 這個calification是一個非常好玩的東西 這個calification跟我們之前講的 回歸那種東西是不太一樣 回歸我們mini買的都是叫做recedure 我們mini買的是什麼東西 是說我用這一組data去建的模型 然後看 然後用的 建出來的模型 去預估這一組data的值 跟它觀察值是不是一樣 所以我建模型 跟我評估好壞的那個標準 都是用同一組data classification是不一樣的喔 classification是說 我建data的時候 是用一組data去建 建模型是用一個 我評估它好壞 是depend on一個新的觀察值 這個新的觀察值 不屬於這裡的新的觀察值 來評估好壞 所以我的ECA跟TPM 那個入額都是 基於說我新的觀察值 你怎麼assign 所以這個是我們 這一次講classification的方法 跟之前我們講的很多的方法 最大的不同就是這樣子 classification是做預測的 所以它的好壞是根據 還沒有觀察值到的資料來估計 以前的入額都是叫做 fit data 就是叫做它的觀察值 我們只是觀察了 所以我們都是用同一組data 去fit模型 用同一組data去評估 它這個模型好壞這樣子 所以這是兩個 這是說在classification裡面 最不一樣的東西 我想說統計的所有模型 其實最多的是做 我剛剛講的第一種方法 就是做這種recidual 這種classification的是比較少的 我記得一般模型是比較少做這樣子 大家classification如果這樣 可是你未來我們應用最廣的 其實是這個classification 就是說因為實務上最最最常用 就是我希望去預測東西 那預測你就要用這種方法做 那我們以前看的回歸是觀察現象 我觀察到一群人 他的現象是這樣 我去描述我觀察到這一群人的現象是長什麼樣子 這就是以前的做法 那預測是這樣 我觀察到一種現象 可不可以用這個現 觀察到現象去預估新的 我沒有看到的事情 這是不一樣的 所以這個是怎麼做的 好 我們今天就講到這邊 就講當你要分兩群的這個時候的做法這樣 我們下集的時間 我們將會和我們下集的時間 在到這邊 按照片 我們下集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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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集的時間